好 我們來聽一聽這位朋友 她是要有什麼問題要請教我們的這個稅務專家的 你好 我媽媽90多歲了在中國 我想會一筆錢到中國去 當她要住院需要的時候用 那麼這個錢如果在中國 她怎麼向美國報稅呢 這個利息的部分怎麼報稅 謝謝 好的 我們趕快請出李浩會計師 事務所的李浩會計師再來幫忙一下 李浩會計師你好 主持人你好 謝謝你回來 好 請幫忙一下 第一個 我就只能假設她是美國稅務居民 然後她母親是非美國稅務居民 然後她會錢給她母親的錢 都是在美國完稅的錢或者她的原有資產 當然她可以贈予給她母親或借給她母親 不管贈予或借給她母親 她母親都不需要報稅 報美國的稅 不過她這個給她母親超過一萬五的話 她自己可能需要填寫709的表格去減寫她 減少她的這個贈予減免額 然後她借給她母親 然後她母親之後付給她利息的部分 她需要申報這個利息收入的 那她借給她母親的金額超過五萬以上 她需要申報8938去申報這個借條這個表格 那這就是專業的部分 那我也預祝所有的母親開金和健康 是的是的好的謝謝李豪會計師事務所的李豪會計師 謝謝您幫忙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